本周各地中小学就将陆续开学了 这是双减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学期 如何进一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而省下来的时间 又该如何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呢 今天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分别给出了答案 在我看来这些答案组成了一根松紧带 其中学校不得按成绩分班排座 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执笔考试 提供课后服务的老师可以弹性上下班 比起课业和教学压力 精神压力的释放同样重要 这也许就是双减的另一层含义吧 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未来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和时段 玩固定时长的网络游戏 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同时 释放的则是自律带来的快乐 这份快乐也值得他们慢慢体会 而这根松紧带保持弹力的秘诀 要靠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问题找得准 办法管得住 结果才会好 只有张识有度的管理 才能带给孩子们一个张识有度的人生 祝福孩子们